这个叫零元献口 然后再核展双刺 老师在前方仔细示范保健气功 长辈们聚精会神认真跟着动作 这里是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不少老人家每天都很期待来上课 而站在长辈旁边穿背心的年轻面孔 是康宁大学长照系的大二生 他们的课程中要和长者共学 透过与老人家互动 更能理解这些阿公阿嬷 许同学说当初选择念长照系 周围有人问说为什么要这么累 而他之前去医院实习 对于协助长辈翻身拍背换尿布等等 许同学正向看待 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上面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 比较脏或者是比较不喜欢比较累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 就是人老了之后 可能是正常生理现象就是这样而已 根据卫福部截至2023年7月底的统计 老年人口大约420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7.96% 其中有长照需求的占83万人以上 但登陆于各类长照服务提供单位的 照服员总计只有9万多人 而这些照服员中 九成是完成90小时的训练课程 进入长照体系 相关科系的只有2% 长照相关科系也才5% 而现在越来越少学生念长照系 除了因为少子化 还有长期的社会标签 其实从我们现在已经第八年 从第一年开始 我每一个学生报名上的 争选上的 我都打电话 都讲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 包括学生跟家长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观念还不清楚 他们一看到长照学系 他就认为是八十八年 所以我要厘清他们的观念 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基本功 所以我都跟家长想说 其实最受惠的是家长 因为他学了这些基本技能 以后一定会用到的 康宁大学长照系主任认为 要扭转大众的观念 让长照有更多心血投入 需要国家好好推动 长照人员专业的培养 现在是只要上过90小时的 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 就能取得照服务员资格 但以长照系来说 基本的解剖生理学 就要休36小时 另外还有慢性病用药 如何照顾失智症 桌游辅疗等等 各式各样的课程相当扎实 照顾服务的基本工作好了 然后你可以照管专员 你可以居家督导 甚至你可以自己开 这个机构 就是经营管理 所以这个是有进阶性的 那我们这个委员会 要推动的是希望有一个国家考试 让学生练了这些以后 未来他进入职场 可能我们可以设定他 要一年两年的实务经验以后 他可以去考这个长照管理师 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考 让年轻人觉得专业有其价值 职业受到尊重 才会愿意投入 否则即使薪水不差 也没意愿 而长照人员领证后 有效期是六年 要完成继续教育积分120点以上 在有效期限前六个月内 申请更新证照 但之前监察院调查发现 卫福部的长照人员 继续教育积分系统 有时候上完课很久 还查询不到 以及长照相关科系毕业的学生 已经接受四年正规教育 为何还要与其他人一样 接受内容完全相同的 继续教育120积分等等状况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是可以多一些智能的提醒 提醒 因为有一些我们的长照人员 他患症 他是有收到公文的 但是有一些并没有 那如果是像我们去子化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进行的话 说不定每个人 长照人员卡可以收到简讯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提醒方式 您的那个长照资格快到 那前三个月就收到这样的提醒 他反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因应跟一个配套 上完课之后 我们把积分 上传到积分 给积分单位之后 他们上传的时间有长有短 那有时候我们要查询积分的时候 不一定查询得到 那可能就要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去等积分上传到 我们的系统里面 那就是 如果我要患症的话 会有一些影响到 国家的系统可以再优化 而以伊甸来说 他们在明年上半年 就会规划好 长照人员的教育训练 台湾马上就是超高龄社会 长照体系和人力的健全 是当务之急 TVBS新闻 张正安王一杰台北新闻报道